你有帮帮我 小雪 我想你应该要明白 这件事情只有你 能够帮你自己 是的 是的 我知道 我明白 可是 可是 我上次爱着 同步一步的哥 生死有关的安定 我要是没有出息的话 我爸爸就会抛弃我的 你先别哭了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爸抛弃你 我爸还有另外一个儿子 是跟他前期生的 我哥住别墅开好车 你看看我 你看我 别说别墅了 连车子也是家里最坡的 鸡海品牌单里 是我唯一的结果 我在等待我的就是 被家庭抛弃的结果 连我妈也会被扫地出门 三弟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 行了 别哭了 把资料拿过来吧 反正明天也是周末 我们现在开始 小秋啊 你果然是好眼光啊 白大厨不光是人长得帅 做饭也是一流的 我太崇拜他了 小冠 你来 帮我跟大厨合影一张 好 小白 行了 行了 甭干了 赶紧吃饭了 吃饭了 大家都饿得肚子 来来来来 坐啊 好 坐 坐这儿 我自己来 自己来 坐 来 同志们 把杯端起来 先谢谢安迪姐姐 给咱们提供场地 也要谢谢小白 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今天最辛苦的就是小白了 来 我们继续酒杯 请大厨一杯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来 吃吧 吃吧 谢谢 你干拌豆腐呀 我最喜欢吃皮蛋拌豆腐啊 嗯 这个好吃呢 秋莹莹 你哪儿找这么好男朋友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什么好吃的 可以随时让她做 姐快 我都快嫉妒死你了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 吃她给我做的饭 真的 嗯 那我真是太人性了 小白 这杯酒我淡住敬你 要是没有你啊 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 要拿大闸蟹怎么办呢 这大闸蟹是我做的 那我也敬你 你不要喝完哦 否则是不给我面子 其实不用这么客气了 这么多美女在 能帮上忙我挺高兴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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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別吵 別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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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別別別 我腳 我腳歪了 我腳歪了 你傷到哪兒了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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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来找我呀 在那边去 我刚去月丸 第一件事情 过来找你亲密吧 伤到哪只脚 完了 我觉得我一个 肯定是瘸了 要不要去医院啊 小毛 送娶小姐去医院 行 还有个S光什么的 看一看 嗯 好 我终于知道什么 叫做乐极深碑了 小心点 哎 安迪 你不跟我一起去吗 今天月初 要开例会 各部门等着汇报 我开完会再去找你 小毛是本地人 没事的 妈 可是我受伤伤小情人 要不你把你爸妈 电话给我 我给他们打电话 千万别给我父母打电话 否则他们还以为 我又闯破了 出国安迪 人家签网合同 第一个拐招 你现在收了这么少 你都不陪我去医院 我真可怜 行了行了 你别演了 你乖 你先跟小毛去医院 我开完会呢 去医院接你 然后一起带你回家 等到你病好了之后 我请你吃大餐 好吗 后年我一个大货人 还比不上的开会 我真能行 帮我呀 你还想让我走路呢 帮我啊 帮我啊 你别忘了 我去办啊 好 等等 怎么办啊安迪 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太牛了 这么顺利性地拿下 像我这么优秀的女儿 你说我父母怎么多升级的呢 安迪 谭总问你要不要先暂停会议 不用 我马上过来 好 对 你父母太亏了 应该生意打 起来 快走吧 你待会儿记得过来找我呀 谢谢代表 三十九号 黄言 黄言 小小姐 你跟我们安总是朋友吧 怎么 现在打听我 跟安总的关系啊 没这意思 就随便问问 行 打听就打听呗 紧张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们安总啊 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哦 我问你啊 那最近是不是 总是戴着个蓝眼耳机 时不时冒出几句 奇怪的话呢 对啊 对啊 之前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安总其实工作起来 特别专心 好像也没见过他这样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他那是在跟我说话 帮我忙呢 你说说 他对我这么好 为了帮我连工作都顾不上了 这能是普通的关系吗 我 我说难怪呢 萧萧姐 我帮你倒杯水去吧 萧萧姐 好 谢谢啊 你倒一个小时了 你倒一个小时了 要真生什么病啊 谁等了那么久啊 你哪是看病啊 你简直就是要命嘛 萧萧姐 专家门诊一般都这样 再說了 烹烈梅就是 斷手斷腿的 也不至於掛急診吧 你說什麼呢 說我呢 四十六號 四十六號 這兒呢 小姐到我們了 我扶你過去吧 我腳痛 腳不動 那你拿著 我抱你吧 這醫院也太不吐刀了吧 我等了這麼久 就安排這麼一個 一聲給我看 我都沒擺一個 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專家 你憑什麼小聲點啊 對我個白骨子老爺爺 也至少給我周年怪叔叔吧 那也勉強像點專家 這又算什麼呀 用途子欣賞 用途子欣賞 你還好意思把專家牌 這把病人當小白鼠了 下眼針一天兩針 再配合吃這個藥 如果有發生症狀 才得找我 好的好的 謝謝大廚 曲霄霄 怎麼了 崴角了 特別特別地疼 現在那腳都伸不直了 你伸了嗎 你是不是骨折了呀 拍個片子吧 我沒骨折 只有看了片子才知道 謝醫生 現在就去了 當然 你不是很疼嗎 只有拍了片子 才能知道有什麼情況 小小姐 走吧